血脂高血脂异常应该如何分型 这是手机前面好多朋友关注的 今天张大夫呢用一个视频给大家讲一讲 实质上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啊 好多朋友说我这血脂高是哪一型啊 今天你拿着你血脂化碗单跟着我听 咱们现在啊对于血脂的分型啊 中国血脂管理指南新指南当中的 他就是说其实分类有病因分类 和临床分类两种 咱们先说临床分类 临床分类它可以分为高胆固醇血症 高甘油三脂血症和混合性高脂血症 以及低高密度脂蛋白血症 首先说高胆固醇血症 说的就是总胆固醇超过6.2毫模每升 算是高胆固醇血症 有的指南呢会规定为超过5.2毫模每升 算是高胆固醇血症 而甘油三脂如果超过1.7 算是高甘油三脂血症 而好血脂高密度脂蛋白如果低于1.0 算是低高密度脂蛋白血症 这就是三种了 这是临床分型 再加上有的人是既甘油三脂高 也打过唇膏 也高密度脂蛋白低 这就是混合型高脂血症 实质上呢临床分型啊 非常的简单 大家也好理解 按照这个刚才说的标准的 张大夫也说的这个 大家也能理解 但是呢这一次新指南当中呢 还着重说了一下病因分型 病因分型呢 大家仔细听 病因分型分为原发性 也就是遗传性的血脂异常 或者是激发性 这种血脂异常 原发性血脂异常当中呢 很多是因为单个基因 或者多个基因异常 带来的这种 有遗传倾向的血脂异常 比如说家族性高胆固醇血症 就是一个单基因 常染色体 遗传性 胆固醇代谢异常 多为显性遗传 隐性遗传的相对罕见 目前呢 认为三个显性基因 出现异常 可以带来这种 家族性高胆固醇血症 最常见的是 低密度脂弹白受体基因 其次呢就是 Apple B 也就是脂脂弹白B基因 和PCRC9 这个基因异常 可以带来这个问题 实际上还有一个 隐性遗传基因 叫做低密度脂弹白受体 衔接蛋白1基因 这个呢就比较少见了 我们就不过度的去解释它了 在咱们中国家族 高胆固醇血症患者呢 最常见的就是这个 低密度脂弹白受体基因 和载脂弹白B基因的 这个异常带来的 这是最常见的 而家族性高胆固醇血症呢 又被分为杂合子星 纯合子星 复合杂合子星 双重杂合子星 这个 这个不同的类型 但是啊 老百姓 不不用 不需要知道这么多 他就需要 说知道 我要没吃药的时候 低密度脂弹白水平 要在4.9毫米 每升以上 我得注意 筛查一下 如果有条件 是不是一个 有基因异常 带来的血脂异常 这个呢 是大家要特别注意的 当然啊 对于一些重度的 甘油三脂高 比如说甘油三脂 时常在10个毫米 每升以上的人 也要警惕 是不是有基因异常 带来的甘油三脂升高 这就是原发性 血脂异常 而获得性的 或者说激发性 血脂异常的 他就是 比如说 这人血脂高 整天出去喝酒 去用抽 去舔着大肚子 抽烟 这个肥胖 生活方式不好 或者有些人呢 他是有别的病 或者说 吃了别的药 带来的这种血脂高 这就是激发性的 你比如最常见的 甘油三脂功能减退 可以让血脂高 这就是激发性的 比如说 整天出去喝酒去 酒精摄入多 这也激发性的 比如说整天早晨喝 羊杂汤 卤煮 牛杂汤 这些动物内脏汤 这种血脂高 这也是激发性 实际上说到这儿呢 这个激发性 血脂异常 和原发性血脂异常 有点和高血压 原发性 激发性 反着 这个高血压的 这个里头激发高血压 常常来自于 有基因遗传 而这个原发性的 往往是生活方式 这正好反着 但是呢 张大夫今天 给大家解释的这么多 就是让 手机前面的朋友 们了解到 实质上呢 血脂异常 有不同的分型 有临床分型 也有病因分型 对于那些个 特别存在着 有可能存在着 基因异常的 这个人 要注意检测 同时呢 对于有些 生活方式不好的人 也要注意改正 希望今天介绍 能帮到大家吧 最近张大夫 在视频下方 这个高血脂课程当中 正在集中更新 中国血脂管理指南 最新指南的 一些核心精神 大家关注的 可以进去看 里头每节视频都讲的很细 好了 今天说到这儿 大家觉得视频不错 转发给身边的亲朋好友 让更多人受益 关注健康 关注心理科医生 张智英大夫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